好了,這條就牽涉兩個功能 一個是fx等於mx加2 另一個是gx等於mx2 好了,m就是real number 現在part a叫你找m 它有什麼條件給了你呢? 就是3乘f2等於g負2 找完m之後就叫你解決這條equation 3乘fx等於gx 我們就跟題目比的equation出發 3乘f2等於g負2 3乘f2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x變成2 因此3乘f2要這樣撥實整個m乘2加2 3中括好,m乘2加2 OK 右邊,g負2就是mx2 即是m乘f2的bracket square 然後你先計算裡面的東西 3乘f2m加2就等於4m 負2的square是正四 m是不用square的 OK 這個square只是給負2 然後把3乘f2進去負荷裡 變成6m加6等於4m 把4m丟過來 6m減4m就是2m 正6搬到右邊變成負6 m就是負3 A part A part就完成了 到 part b 那你就可以看看 現在它要選擇的equation 就是3乘fx等於gx 好了 好了 我們就知道m就是負3 之後我們就可以代入equation 方便自己計算 方便自己計算 就是3乘f3 m是負3 所以就是負3x加2 今次它不是給x的數值 所以這次我們把m的負3 代入這個位置 m變了負3 右邊也是 m變了負3 然後變成x2 今次你會發現 就是等式的左右兩邊 都有3這個feta 這裡有乘3 這裡有乘3 所以我們可以全式除以3 變成負3x加2 即是只有這個括號 裡面的東西 就等於負1個x2 然後我們把這個負x2 搬去左邊 就變成x2 減3x加2 右邊0 就出了quadratic equation x2減3x加2等於0 然後我們把這個quadratic equation 放進計數機裡 計算 a是1 b是負3 c是正2 那你應該先計算答案 x就是正1 先寫下它 或者 x就會是2 好了 好了 寫個feta form 我記得 就是x-1 乘回x-2 等於0 這樣整個數字就叫做做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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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